不会那么的去想要成功 就是更多的是想体会 紧张举手的时候 然后做出训练的要领 最近体操大热 我们来盘点一下体操界的美女们 韦小元美得楚楚动人 微微一笑媚态恒生 2021年体操是锦赛高低杠冠军 有人说她是体操界的颜值天花板 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 第51届世界体操锦标赛高低杠决赛中 6.6分的难度动作 在高低杠单向决赛上 为全场最高难度 也就是说 微小元想要未免 得在完成分上加把劲 努力把自己负责的自己的强项 然后做到最好 然后能为团队多正点分 然后自己的单向 毕竟也是个正经典嘛 然后朝着那个目标去 旋转 腾空 转体 上场之后的微小元 并没有受到其他选手带来的压力 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得到了14.966的高分 这一分数为中国体操女队 提前锁定了冠军 在八位决赛选手中排名第六 最终 微小元未免成功 成为继范逸琳之后 连夺两届市井赛高低杠冠军的运动员 微小元第一次夺取市井赛高低杠冠军 是在去年10月 在日本北九州的市井赛 感觉今天非常自信 原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看一下第一串 漂亮 后值720 转体180 交换队180 天哪 微小元呀 江玉元 清纯漂亮 古灵精怪 2008年北京奥运女团冠军成员之一 2007年体操世界杯上海战高低杠 自由操冠军 2008年体操世界杯多哈战 自由操冠军高低杠亚军 2008年8月 第29届北京奥运会 女子体操团体冠军成员 2010年10月 正式担任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 2010年10月 荷兰路特丹体操世界赛团体冀军 个人全能亚军 2011年体操世界杯 更特战高低杠亚军 2012年7月15号 现任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 刘玄号称玄美人 容颜美丽 2000年悉尼奥运会平衡母冠军 1995年 他16岁时 参加中国国际体操比赛 难获了所有个人的奖牌 在所有人的眼中 他都是如此闪耀夺目 是中国体操队的动良之才 他带着自己自创的高难度动作 高低杠 单臂大回环 夺得了第一名 但是后英国际体联 觉着这个动作非常危险 从而取消了这个动作的成绩 原本排名第一的刘玄 直接被甩到了第九名 时间来到又一年奥运会上 可这次 刘玄在他原本擅长的项目上 却出现了失误 直接从运动器械上掉了下来 也因此最终只得到了第四名 措施拿到奥运奖牌的机会 那时候 刘玄已经17岁了 在体操历史上 没有再比这年长的选手 继续参加比赛了 所以从这次之后 他只能遗憾地选择退役 可当他刚回到省队 就接到了通知 让他再次回到北京 因为省力希望 刘玄可以应战两年之后的押运会 最终他也不负众望地 在这次赛场上 取得了平衡目项目的冠军 等他的再次上台 就是在2000年的奥运会了 那时候他已经21岁了 所有人看见刘玄的名字时 都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还有人调侃说 体操队是没人了吗 让一个21岁的老将上场 怎么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比呢 面对这些质疑的声音 他选择了用事实说话 在女子平衡目项目开始之后 所有人都非常紧张 他在平衡目上起舞跳跃 每一个动作都如此精准完美 最终拿下9.825的分数 毫无悬念地拿下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在国内奥运历史上 这是第一枚平衡目项目上的冠军奖牌 是他用自己的实力创造了奇迹 之前曾经怀疑和调侃他的人 在此时也是心服口服 因此他还得到了平衡目公主的称号 莫慧兰清纯可爱 灵翘动人 国内女子体操史上全能最强选手之一 1995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平衡目冠军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跳马亚军 自由操贡献了经典打字击舞 高低杠莫空翻震惊世界 葵圆圆北京小妞 清纯漂亮笑眼如花 199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为中国队夺得首个自由体操世界冠军 灵捷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但细看很耐看 唯一的高低杠平衡目双向世界冠军 曾获得1999年世锦赛平衡目冠军 2000年世界杯总决赛高低杠冠军 2000年奥运会高低杠亚军 庞盼盼被称为东方美人 身材苗条弱智千千 不仅长得漂亮 气质也不俗 2006年体操式锦赛 女子团体冠军成员之一 范叶容貌较好 身材修长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很会跳舞 艺术表现力强 200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平衡目冠军 杨依林被称作小张紫衣 身材高挑 体态轻盈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女团冠军成员之一 杨云美丽大方 乐观开朗 笑容非常有感染力 场上勇于表现 有裁判员 老公是全能王杨威 儿子杨洋洋 还有一对双胞胎公主 简直不要太幸福了 欧玉山出道即被称作天才少女 甜美可爱 灵动逼人 因伤病影响 冬季奥运会发挥欠佳 力物普世锦赛表现不错 据说收获了一大批外国粉丝 李诗佳 四传小美女 被管晨晨戏称唯一比她美的队友 卢玉飞 河南小美女 被体操迷形容为 闲尽犹如花罩水 行动好比风浮流 陈飞虽不算美女 但实力为王 实力碾压一切 所以把她夹进来 陈飞的成绩和对中国女子体操的贡献 就不细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